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中国军工核心成员 频繁出事疑点冲冲 国态风波扩大 管理层与工会互杠 拒绝境外访问网站 福建率先关门 海洋卫星专家刘建强 会议现场猝死 多省整治统计造假 真实数据浮现 一致向下 习近平多疑 共产党多疑全面管控文化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中国军工核心成员 频繁出事疑点冲冲 综合媒体报道 十年来中国共有三艘航母 相继下水 两艘已入列服役 但中国军工领域的核心人员 近年来频繁出事 射叠和腐败的疑云 笼罩着中国军工系统 5月中旬 中国传播集团 711研究所的副所长 总会计师李建明 突然死亡 终年52岁 5月17号晚 711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发布复告 数天前 李建明出差期间 因公申雇 复告中没有说明 李建明的具体死亡原因 因公申雇 一词也很耐人寻味 似乎官方刻意低调处理 他的死亡和他的死讯 李建明生前是总会计师 他管理着711研究所的金库 大量的资金经他手流入流出 同时他所处的工作环境 还涉及到中国的军工秘密 例如军工编号为711所 是中国国家级传播动力研发基地 主要产品包括供航母等大型舰船 配备的常规动力系统 近期出世的军工领域核心人员 还有中船集团旗下 另一个重要的科研部门 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 前所长陈福胜 他于3月16号落马 该案件正处于调查阶段 717研究所隶属于中国传播集团 主要从事以工程光学为基础 以激光技术与红外技术为重点的 光电与导航技术研究 和大型特种光电激光武器的研发 陈福胜是舰船光电系统专家 2016年受聘担任 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公司 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曾于2019年5月 回母校江苏科技大学 为江苏科技大学领导干部培训班 讲解中国舰船光电系统的 构建和发展方向 以及军工相关的多项 多项尖端技术 中船集团的主体 尤其旗下的中船工业集团 和中船重工集团组成 包括军工编号为711、717等研究所在内 中船集团是中国最核心的 军事舰船研究及建造单位 是中国海军武器装备研究 设计、生产、实验、保障的主体力量 承担着以航母核潜艇为代表的中国海军 全部主战装备的研究和建造任务 2018年6月 负责改造辽宁号航母级设计 建造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的 中船重工集团的总经理孙波 此年7月被以经济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官方称 鉴于孙波案的犯罪事实 证据涉及国家机密 中国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当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建造完成后 负责建造的中船重工总经理孙波 将辽宁号的设计规格等机密信息 在数年内陆续出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让美方完整掌握中国航母的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准 由于中国首艘自制航母山东舰是仿照辽宁号改造而成 因此有人猜测 孙波很可能也把山东舰的设计图给了CIA 而后在2020年5月 前中船重工集团董事长胡问明落马 他曾任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研制总指挥 据传胡问明在任职期间 涉嫌出卖国家利益 受贿金额高达52.8亿元人民币 该案在2021年2月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至今已有两年但再无任何进展 其是否涉及向外国情报机构泄露军事秘密 尚无进一步的消息 在胡问明落马前后的两三年内 还有数名中共船舰业的核心人员出事 他们或被调查或突然死亡 国泰风波扩大管理层与工会互杠 据中央社报道 国泰航空空服员被指歧视大陆客 在中港引起轩然大波之后 国泰解雇了三名涉事空服员 并四度致歉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昨天发声明指 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后 管理层今天表明不接受工会立场 有大陆乘客22号在其社交媒体小红书 投诉国泰空服员歧视非英语乘客 嘲讽乘客不懂英语 嘲讽乘客不懂英文 错把carbit当成blanket 并笑称 If you cannot say blanket in English You cannot have it 根据该乘客上传的录音档 有关空服员的对话 疑似是他们在客机后方工作间的 私下谈话内容 但被该名坐在后排的乘客录音记录下来 有港媒报道 当时负责服务想索取毛毯旅客的是 外籍空中服务员 不懂普通话 事件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官媒新华社发文指 老毛并不改 国泰航空飞不远 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 侠客岛还指 国泰航空不能只是每次道歉 而应重拳整顿 建章立志 从根子上杀亭外风 国泰航空23号解雇三名设施空服员 三天内四度致歉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对有关恶劣言行感到痛愤和失望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24号发表声明表示 对三名空服员被解雇深感遗憾 指空服员是遵从公司指引 以英语为官方语言 声明指出 网上有人公开呼吁其他乘客挑衅 及涉入空服员 同事承受巨大心理压力 感到极度惶恐 要求公司保障空服员 在不受无理干扰下完成服务 声明并指出 疫后旅客人数上升 前线人手不足 工作量上升及薪酬过低 士气低落 衍生有关机舱服务投诉 形容是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促请公司从源头正视问题 综合香港媒体25号的报道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24号向会员发出内部电邮 提请会员根据机舱服务手册 如空服员在未经同意下被乘客录影及拍摄 可要求删除 若被拒绝 可通知机长及机舱服务经理 电邮又指 理解一众空服员现在心灰意冷 但相信同事是平等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和乘客 即使不懂对方语言 仍会尽力沟通并相互尊重 国泰25号发生反驳工会 指空中服务员工会唯一一个独立工会 从来不代表国泰 表示公司不接受支持或同意该工会 对此事的立场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 今天向全体员工发出内部通讯 指这次事件已在中港两地传媒广泛报道 对香港和国泰航空的形象构成重大损害 迅速采取行动解雇设施员工 以保障公司以致全体同事的利益 据路透社报道 在中国政府加大关注信息安全问题之际 海外用户无法访问中国福建省官方网站 所提供的经济和人口数据 而这同时也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 一些在大陆以外的用户发现 自己无法访问福建统计局管辖范围内的网站 也无法访问福建省统计局官网 及其统计年鉴等相关信息网站 路透社报道指出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方面做出此举的原因 但在此之前 已经有海外用户访问一些中国金融和学术数据库受阻的情况 同时北京以国家安全问题 针对一些咨询公司采取行动 新加坡的一名研究员向路透社表示 他从今年3月份开始遭遇这些限制 而其他人表示 他们最近才了解到这些限制 用户和网站评估结果显示 福建的官方网站经常发布有关经济增长 能源消费和房地产销售等领域的统计及数据 这些数据是一些外国研究公司 经济学家和金融机构 追踪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详细信息来源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用户表示 由于这是敏感问题 他们希望保持匿名 结束了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后 中国经济只处于缓慢恢复的状态 此类限制可能会给已经需要应对更严格的监管 控制和地缘政治紧张气氛的外国投资者带来压力 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和东亚商业教授孙心说 如果福建的情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那么这可能成为其他地方或中央政府机构效仿的先例 一名官员在被路透社要求置评时表示 福建省统计局正在研究情况 但他并未提供进一步详细说明 负责代表中国政府处理媒体咨询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外交部和国家统计局 为立即回应路透社传真的评论请求 一些公司在北京方面加大打击力度后 急忙采取行动以降低风险 北京准备在今年7月出台更严格的反间谍法 而中国当局近期对美斯明志 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和咨询公司凯胜荣英的调查 使一些与中国打交道的公司感到不安 许多人不清楚红线在哪里 同时对信息安全的关注加剧 也出现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减弱 青年失业率达历史新高的时候 路透社本月报道称 中国顶级金融数据供应商之一万德 自去年底以来 已阻止一些海外用户访问某些商业和经济数据 另外据一些用户说 一个重要的学术数据库中国知网 也从4月1号开始限制海外订阅者的访问 然而其他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 现在可以被海外用户正常访问 路透社相关消息的评论区显示 有用户表示 福建统计部门的相关网站在中国大陆是可以访问的 福建省的数据为什么这么重要 中国各省提供的统计数据 可以帮助分析师和经济学家跟踪地区趋势 如劳动力内部迁移的模式 土地和房产销售以及工业发展 福建经济体量大约7900亿美元和瑞士相当 福建省政府的相关网站详细介绍了 该省先进和基础制造业的分布 以及体现每个城市人口数据的人口普查结果等内容 福建省政府相关数据的重要性之所以格外高 是因为一些外国投资者密切关注 它是否有任何军事活动的迹象 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情况下 两位在香港的对冲基金投资者向路透社表示 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孙欣表示 外国访问中国国内数据受到限制的趋势很明显 这是中共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结果 他说在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紧张 以及中共对国家安全越来越担忧的背景下 任何与西方的接触都可能变成一个政治化的问题 海洋卫星专家刘建强会议现场猝死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海洋卫星地面系统点击人 自然资源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刘建强在北京工作会议现场突发疾病 送医院抢救无效 于今天5月25号3点42分去世 享年59岁 刘建强智商委员会指出 刘建强为中国的海洋卫星事业奋斗一生 是海洋卫星地面系统点击人 是中国第一颗海洋卫星重要参与者 海洋水色系列卫星总设计师 中法海洋卫星首席科学家 在多星业务化观测管理 海洋水色卫星业务化监测 极地科学研究和中法国际合作等领域 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建强1964年9月出生 籍贯湖南 中共党员1986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大气物理专业 是第192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 于1997年评为研究员 副告称 刘建强从北京大学毕业后 就投身于中国海洋卫星事业 参与了至今中国全部海洋卫星立项 研制发射运行和应用全过程 他热爱工作兼兼业业 为海洋卫星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省整治统计造假 真实数据浮现 一致向下 据星岛日报报道 广东 上海 四川等近日开展统计造假 专项治理行动将持续至明年2月 有分析称 近期经济数据波动加剧 多省4月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 罕见出现数据一致向下的现象 据财新网不完全统计 2月底以来 安徽 四川 河南 江苏 广东 西藏 江西 内蒙古 云南 山西 辽宁 陕西 湖南 上海等14个省份的下辖市区县 召开统计造假 履禁男爵专项治理行动动员部署会 或披露有关工作情况 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 近日在研报中称 可能受到统计造假专项治理的影响 近期经济数据波动加剧 从全国层面看 在没有外生冲击的情况下 4月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环比 录得-0.47% -0.63% 投资环比连续两个月为负 此前自2011年公布计调环比数据以来 工业增加值和投资 只出现过三次和五次环比为负 基本都发生在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时候 张瑜表示 在地方层面 4月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 出现了较为罕见的各省份数据一致向下的现象 例如31个省份中有30个 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低于3月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多疑 共产党多疑 全面管控文化 不看脱口秀 党媒损失 据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各地都出现了演出取消的情况 一个日本僧侣歌手取消了中国巡演 几座城市暂停了脱口秀 北京的酒吧取消了爵士乐 几天的时间里 十几场演出突然被取消 有些是在原定开演时间前的几分钟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解释 这些演出被取消之前 北京有关方面 对一家中国喜剧工作室 处以1335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因为政府指责该工作室的一名脱口秀演员 在笑话中侮辱军人 在北方的一座城市 警方还拘留了一名在网上 为这名喜剧演员辩护的女子 这些惩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连串 突然取消表明 中国已经受到严格审查的创意领域 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已将艺术和文化 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打击目标 要求艺术家把自己的创作抱负 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结合起来 推动有利于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民族主义愿景 表演者必须将剧本或节目单 事先提交审查者 各类出版物也受到密切监管 习近平在周二致信中国美术馆 庆祝建管60周年时 提醒工作人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对艺术的强调 是他更广泛的关注国家安全 致力于消除所谓的外国恶劣影响努力的一部分 当局已在最近几周突击搜查了几家西方咨询或顾问公司 在中国的办事处 并扩大了反间谍法的试用范围 许多被取消的演出据说都有外国表演者或说唱者参加 虽然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对艺术进行控制 被认为不够革命 曾是创作性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的原因 但这种控制的强度已在习近平领导下大增 2021年 由政府背景的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发布了演艺人员从业规范 其中包括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 同年政府禁止了娘炮上电视 指责他们削弱了国家 官员们也已经开始关注脱口秀 这种表演为有限度的讽刺中国当代生活 提供了罕见的平台 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受欢迎 政府曾对一名脱口秀演员处以罚款 因为他拿上海去年的新冠封城开玩笑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去年11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 将笑话要适度 并指出脱口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搏来品 脱口秀这个名称本身就是talkshow的音译 最近的打击行动 使于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匿名用户 对当红脱口秀演员李浩时 今年5月13号在北京一场演出的抱怨 李浩时说 看着他收养的两条流浪狗追松鼠 让他想起了解放军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的口号 该用户暗示 李浩时将解放军比作野狗 是侮辱 社交媒体上的民族主义用户为此愤怒 情绪高涨 当局立即对此事大加踏伐 除了对李浩时的经纪公司效果文化传媒 处以罚款外 还无限期的暂停了该公司在北京和上海的演出 当局称李浩时的笑话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 效果文化已将他解雇 北京警方表示正在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在上周三宣布处罚后的几个小时里 上海、北京、深圳以及山东省组织脱口秀表演的机构 都取消了演出 几天后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暂停了罗杰叔叔的账号 罗杰叔叔本名黄景瑜 是旅居英国的马来西亚喜剧演员 他曾在推特上发过一段取消中国政府的视频 但这件事的影响看起来不止限于脱口秀表演 原定的音乐表演也开始消失 包括一支有外国成员的上海摇滚乐队 在中国南方的演出 北京的一个民间音乐节和几场爵士乐表演 以及一名加拿大说唱歌手 在南方城市长沙的演出 受佛教影响的日本乐队《吃茶去》的主唱 上周三说 他定于当晚在南方城市广州举行的音乐会已被取消 几小时后 名为耀师四宽邦的主唱说 在中国东部城市杭州的一场演出也被取消 他在次日宣布 北京和上海的演出也被取消 我正在列节目单 但写了一半就停下来了 耀师四宽邦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写道 他的经纪公司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我仍不明白这个事件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只感到遗憾 但北京的一名外国乐手说 他的乐队原定周日在一家酒吧演出 但在演出的几天前 酒吧告诉他演出已被取消 因为有外国人参加的表演会惹麻烦 这一名乐手因为害怕遭报复 要求不居民 多伦多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王惠玲说 不太可能是中央政府直接下达的指令 引发了最近这轮文化打击 他说这可能是意识到政治环境 发生了变化的地方政府或场地拥有者 特别谨慎导致的 在习近平的中国 人们非常害怕和恐惧 以至于他们变得极度不愿冒险 他说总的来说 中共是一个非常多疑的党 过去当民族主义走向极端 或地方官员过于热心的执行规则时 中央政府最终会介入 让调子降温 这部分是为了维护经济或外交关系 但王惠玲说 中国政府目前对国家安全的强调 高于一切 因此没有理由对这一件事进行干预 人们不看脱口秀的话 对党来说没有损失 他说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